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浮力等等 都是指这个流体这个容器装了液体以后 装了这个液体以后不动 静止的那种状况 现在我们看一种状况 假如我们在这个流体里面摆一块木头 这个木头本来会浮上来的 不过我们底下加了一个绳子细在这里 让它不会浮上来 它因为要浮上来 所以把这个绳子拉直了 假如这个容器不动的时候 这个张力是T0 可是当容器向上加速的时候 向上有个加速度A的时候 我们要证明这个绳子里面的加速度 这个我没有写出来 我们要求这个加速度好了 求这个绳子的加速度 好那现在怎么求呢 我们首先就看 这个容器是静止的时候 它的福利是等于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 静止的时候福利是等于 这是重力 等于这一块都是这个议题的时候 同体积的这个义重 对不对 B0等于负的MG 那就是等于这个 为同体积的义重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时候的福利 这个要记住 这个是容器没有运动的时候 没有加速度的时候 它的福利 等等我们要用到它 所以你稍微留意一下 好现在如果这个容器在加速 同样是这个 这里我们也画出一个轮廓 这个轮廓跟着它一起加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容器 Sigma Y 刚刚这个是平衡 对不对 现在Sigma Y是B 减掉MG 就是这个物体的重量 B 减掉这个物体的重量 这个就是物体的同体积 就是这个质量 这个就是这个物体的质量 对于B 减掉MG 对于MA 好 这个时候B等于什么 BG等于M的G加A M等于G加A 好 这个福利 福利等于什么 就等于 不是同体积的义重啊 它同体积的这个义体 它的重量加速度 还要加上一个A 对 Rho-Prom V G加A 这个是Rho-Prom V 乘上G 同体积的义重 这个比同体积的义重 还要增加一个 同体积的这个 这个加速度的这个力量 好 这个记住啊 等于等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好 我们看这个 静止状态 容器在静止状态 静止状态呢 那这个物体所受的外力 我们画出来啊 物体的质量 MG 绳子有一个张力 有一个福利 OK 加上这三个力 都在同一个 作用线上面 因为它是平衡嘛 所以 这个等于零 那么 这个里头的B零呢 就是 这个物体 在静止流体里面的 这个福利 M是木块的质量 不过应该这个没有G啦 这个 这个MG才是木块的质量 如果M的话 就是Rov 等于木块的质量 OK 这个多了一个G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重写一下 T10 把这个拿过来 等于B零减MG 好 它就等于 你看B零是这个 OK MG 这个就是一个MG 是Rov VG 好 再把V跟G提出来 是Rov prime减Rov 就是A式 留在这里 这个容器不动啊 好 现在容器加速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这个时候的福利是B 跟这个不一样 这是静止的时候的福利 这是移动的时候 加速的时候的福利 重量还是一样 张力也不一样 那我们根据这个牛顶 那我们根据这个牛顶第二定律 B 合力 减掉这两个力 那等于MA 等于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好 那么我们就 从这里可以知道 T等于T等于什么 T就等于 以下就变成这个 那么这个M是等于Rov V 所以B减到Rov VG加A 好 那我们再来 B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系统在加速的时候 它说B是这个 B是这个 跟这两个合并就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令这个是B是 然后把B是除上A是 就等于T比上T0 就等于这个值比上这个值 因为前面这个都一样 约掉就是G加A over G 这个可以变成E加上A over G 它的张力比就是这个 OK 那么T就等于T0 加上这个 T要比T0大 比T0大 OK 好 那么流体力学的两大定律 我们都介绍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表面张力 那么我们知道 一体跟其他物质表面之间呢 存在着一种界面 Boundary surface 一体在界面的表面 在这个表面又存在着一种力 硬力 这种硬力呢 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物质啊 拉向自己这一边 我们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这是一个金属圈圈 里头有这个绳子 这是绳子 这也是绳子 沾上肥皂墨以后 肥皂泡墨以后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绳子 因为这是同一种议题 肥皂这个 这个线变成不规则的形状 如果我们现在用一根针 把这个薄膜给它戳破了 一破的话呢 我们发现 这个线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就表示说 现在呢 这个液体 跟这个地方是空气 有两种物质 那液体跟这个物质 有个界面 有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 这个液体呢 它有一个趋势 是把这个界面 要拉向它这边 拉向它自己 所以 原来不规则的这个形状啊 现在就变成一个圆形 因为它非常的圆 对称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力呢 都是normal force 都是normal force 都是像这个均匀的 就表示这是一个均匀的 OK 所以它才会拉着一个圆形 那就是说 它拉向自己的时候 这个力啊 都一样大 好 现在我们看 表面张力 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dama 上面加一个箭头 就表示是表面张力 就是在表面的界面上 跟这个界面 垂直的这个力 这个力就叫做 gama 这个力呢 跟这个界面的总长度 成正比 界面的总长度 成正比 这就是在表面上 界面上的拉力 这应该是一个据点 然后这个拉力呢 与作用的总长度 成正比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线 金属的 细的 一个 金属丝 熬成这个样子 然后当中有一个 金属丝可以滑动的 然后这里 把它泡在 肥皂水里面以后 拿起来 这里有一层肥皂泡沫 肥皂泡沫 那肥皂泡沫的这个表面 因为这里有空气 两种物质 所以它会把这个 拉向它自己 有一个力拉上去 如果我们底下掉一个 W2的物体 而这个金属丝的重量 是W1的话呢 如果这是平衡了 它的表面张力 这是笔直了 总长度 这力跟总长度的 垂直的拉力 跟总长度的笔直 我们称它叫做γ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所以这γ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 总的力 被两倍的L来除 两倍的L来除 所以说 这个γ定义就是说 这个总的拉力 被它的总长度来除 总的拉力是F 它的总长度呢 因为这里是L 它有两个表面 这个一层表面 后面又有一层表面 所以它就等于 两倍的L长 好 适中 F F呢就是 因为平衡 平衡就是 这两个重量相等 W1 就是这个滑线的重量 W2 是悬吊物的重量 好 那么这个 表面张力的单位是什么呢 就是每公尺的牛吨数 每一公尺有多少牛吨 因为它这个是 力被长度来除 但是这个单位不常用 我们常用的是CGS 每一公分长度 有多少个达音数 这个是 但是一个meter 一个Newton per meter 等于一千个达音 好 现在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物体 圆形物体的力 这个力 你要往上拉 这个液体呢 要适当把它往下拉 往下拉 所以它这个表面 表面 因为有两个表面 这个外面一个表面 里面一个表面 往下拉 这个 因为这个厚度 很小 所以 两个的L都一样 所以它就是 表面张力 乘上2L 就是等于向上拉的力 这个就是议题的 表面张力 由于表面张力 是一种收缩力 收缩 收缩的力 所以从低管嘴里头 挤出来 落下来的水 就是在空气里面 你把低管里头的水 那个上面那个橡皮 橡皮球压一下 它会有水 一滴一滴的滴下来 这个水呢 就是一个球状 因为它收缩 球里面是水 外面是空气 所以它收缩 就变成一个球状 然后到水 到地上 建起水花的时候 这美丽的水 也是一样 要收缩起来 它就变成水滴状 如果是肥皂泡沫 肥皂泡沫 它有两层的面膜 表面膜 外球面膜 跟内球面膜 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 它会 它会让这个 这个薄膜 收缩 可是泡内的空气 空气 有个压力 向外 挤压 对不对 如果这个空气的压力 向外的 张开的压力 比它收缩 比它收缩的压力小的话 收缩力小的话 这个泡沫 就继续地变小 一直到压力变大了 往外的压力 跟收缩力 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保持平衡 它的大小就不会变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肥皂的泡沫 泡泡 我们就画出一半来 画出一半来 我们发现你看 这个泡沫的横切面 这是内面 有力 外面也有力 有力 好 那么我们看 右半边肥皂泡沫 就受左半边肥皂 皂沫 张力的拉力 因为它们有一个 整个是一个末 它会向内收缩 所以呢 它就 受左边这个半边的拉力 这个拉力等于多少呢 那就是等于 表面张力 表面张力 呈上这个长度的两倍 呈上这个长度的两倍 那这个长度是什么 二排阿尔 两倍的二排阿尔 再呈上伽玛 这是他干嘛 我们把它化剪 就变成这样子的 OK 好 这个是左边的这个 皂沫 要把它拉向这一边 好 那这个 现在我们看看 它里面的张力 这是肥皂泡沫 里头会有张力 张力 因为它里头有着pressure 向外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这个pressure 这个张力 它的力是多少 整个 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力是多少 把这个 这是拉力 对不对 那现在它要张力 把它张开 这个力是多大 那我们就在这里取一个 面积的基数 一个条带状 带状的面积基数 这个带状是这样子的 我们以这个 R R就是 我们在这里取一个地方 这是半径 是R 这个长度 做半径 R拍R 做一个圆 然后呢 再取一个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是R D C 那这个 圈圈的长度 乘上这个宽度 不就等于 这块的面积吗 对不对 就等于 R拍R 这个 这个 这是R 这是R 这个长度是什么呢 这个长度就是这个长度 R拍R的 Cos 3Cos R拍R R Cos 3C R 就是这个 带状的 面积基数 这个基数 是炮内的压力 与炮外压力 PA的 内部有压力往外积 外面有大气压力往内积 所以这个压力差就等于 我们假定外面比 里面比外面大 所以它会鼓起来 P-PA 这压力差乘上DA 这个方向是朝外的 那么这个推力 就是说这个压力差都是往这个外面 这个是辐射状的 那大家都朝这个方向的一个分量 DFP Y分量 这是Y方向分量 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压力 你看这个称DA 称上Sine Theta 因为这个力是朝这一边 你现在要求这个分量的话 那就是 这个称上Sine Theta Sine Theta就是朝这个方向 那就是 那就是 等于DA 我们再把DA用这个带进来 就是这个值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用积分 因为它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这个面 你在画的话呢 你再画的话呢 就是这个从零到这个二分之π 好 那么这个力量 那我们现在积分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从二分之π的地方 积到零的地方 这样积分 力量是这么大 这个是什么 这是往外推的力 就是 内部的压力 减掉外面的大气压力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向左拉的力 我们刚刚 谈到是这个 然后向外拉的力呢 推力是这个 平衡了 就是说 它现在也不在 大小到某一个程度 它不变大也不变小 那就是这两个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于是就是 这两个 要相等 大小相等 所以我们就得 p-pa 就是这个肥皂泡沫 内外压力的差 是等于四个 γ over r 我们导出这个值 导出这个值 我们发现 这个物质是一定的话 这个γ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压力差 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半径有关 那我们看到 这个r越小的话 这个差越大 r越大的话呢 这个压力差呢 就越小 所以半径比较小的 翼炮 要比半径较大的 要来得大 因为这个小 所以它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吸管 两边都吹 不同的肥皂泡沫 一边比较大 一边比较小 一边比较大 一边比较小 结果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你这个越小的话呢 这个越大 就是说在一个两端大小 不一样的翼炮 较小的会炮 那空气压力 会把空气压到 比较大的翼炮里面去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大的话 小一炮跟大一炮 外面的PA都一样 外面的PA都一样 就是里面呢 里面会怎么样 比较 这个 比较小 这个P比较小 小的这个地方呢 里面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吸管相通的话 它大压力就往这边压 所以这个 这个气体就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以后 这个越来越大 然后小的这个翼炮就不见了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的 如果这是一个 实心的一体球的话呢 那我们发现 它只有一个面 它只有一个面 它没有两个面 它只有外面这个 表面张力 所以它这个就是 只有二而已 没有四 所以它这个 只有两 就是二 γ over r 所以里面的压力 跟外面的压力的 差 就是两倍的γ比较R 底下我们 介绍一下 接触角 与毛细管 现象 毛细管现象 我们都知道 那么 那么 比如说这是一个容器 里头装了 装了三种物质 一个是液态 一个是气态 然后这个 这个容器的壁呢 是一个固态 于是 于是 它就有气态跟固态之间 会有一个边界 气态跟异态之间也有一个边界 然后异态跟固态之间也有一个边界 那么这个边界的地方啊 就有一层墨的存在 这层墨呢 它就会有表面张力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S solid L是liquid 所以固态跟液态之间的表面张力 我们用YSL表示 那么固态跟液态之间的这个 这有个表面张力 我们用这个 这个S跟V 这是SV Vapo Vapo 就是这个表面 然后L跟V之间也有个表面张力 那么我们看这个 如果这里头是一个异体 假如我们装的是一个假基点 这是个玻璃的气壁 玻璃的气壁 这个时候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S就是固态跟液态之间 固态 跟Vapo之间的这个 这个张力 大于 大于这个 大于这个固态 就是这个张力 他们之间的这个表面张力 跟这两个表面之间的表面张力 这个比这个大 这个比这个大 好 那么这个三个表面相会的地方呢 因为这个比这个大 就被拉上去了 拉上去了 拉上去以后啊 我们从这里做一个切线 那这个角度呢 我们就称它是 这个表面的一个接触角 接触角 OK 接触角 就是说这个液体 跟这个固体之间 还有这里 它有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 这个角度叫做接触角 这个角度是介于 零度到九十度之间 那就是当这个 这个表面张力 比这个大的时候 是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 这个表面张力 比这个小的时候呢 就被往下拉 你看 这个就往下拉 所以它的切线是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 这个时候呢 这个资线是九十度到一百八十度之间 如果这两个几乎相等 几乎相等 那么 就是九十度了 几乎相等的话呢 那这个 接触面 就是一个 垂直的 接触面 这是固体跟VIPO 固体跟VIPO 跟这个固体 跟LUQ之间 这个相等的时候 那这个表面就是平的了 平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角度就是九十度 这个相等 这是平的 就是九十度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种状况 好 这个就是说 应该是这么讲的 我们一块这个 先讲布料好了 如果有个布料 你水泼上去的话呢 这布料会吸水 对不对 吸水 那就是这个水啊 跟这个布料之间的 这个接触面比较大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发现 它这个接触角啊 是小于九十度 小于九十度 OK 好 如果一种防水的 防水的布料 防水的布料 它就是不让这个 就是让这个水啊 不是扩张成这样 而是收缩成为 这个样子 让它这个接触角啊 变大 那这个时候啊 就不容易 它就不容易被这个 这个布啊 吸收进去 不容易被这个布 吸收进去 所以我们 有这个润湿剂 或者清洁剂 可以把这个液体的接触角 从这个大于九十度的数字啊 变成小于 九十度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 你这个 这个东西 比如说 不容易涂掉 不容易 这个洗掉 不容易 不容易洗掉 那么我们加清洁剂以后呢 它就会 很容易的就把它 这个角度变小了嘛 它接触的面积就变大了 它会把它 很容易就把它吸收了 就可以洗掉 所以把这个防水剂 涂在布料上面的话呢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两个正好相反 你布料 有水上去 它会吸收 你把防水剂涂上去 它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或者是说 我这个 这个东西 不容易洗掉 那我们现在就是 加一些这个 清洁剂 到这个液体里面去 那么它的 它的接触角 就马上变成小于 九十度 小于这个 那么就很容易 很容易就被 就可以 我们用个布 就可以把它吸收了 OK 毛细现象 我们最后介绍一下 毛细现象 这是一个毛细管 毛细管就是很小的管 很大的管 没有办法 很大的管 它这个重量太大了 毛细管 你看 它现在呢 这个接触面都有 都有力 都有力 这个力呢 就是圆着这个接触面的 切线上去的 切线 切线上去的 好 那么圆着接触面 旁边都有力 那就把这个 这个液体往上拉 往上拉 然后这个呢 当然也把液体往上拉 本来在这里 越来越 它把它往上拉 然后这个表面张力呢 这是接触面的力 把它往上拉 然后表面张力呢 又把它拉平了 然后这个接触力又往上拉 表面张力又把它拉平了 但是等到最后啊 拉到某一种高度的时候 这个表面 这里有一段水柱了 这个表面张力啊 没有办法把这个液柱 拉上去了 这时候就平衡了 就平衡了 OK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液柱的表面张力是这个 二拍R 这是周长 周长 乘上伽玛 就是表面张力 再乘上cosθ 就是向上的分力 这是表面张力 好 这个表面张力 跟这个重力保持平衡 重力就是这一段的 溢柱的重量 Rho G PiR平方就是这个 PiR平方乘上Y 就是体积 乘上Rho 就是重量 当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两个相等 变成这样子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Y 它拉上去的这个高度Y 就是等于这个值 Y等于这个值 那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就看你这个接触面是什么 如果是水的话 就是一般水了 油了大概都是这样子 可是水盈的话 它就是往下 往下 它接触面 接触面是这样子的 它的力量往下拉 往下拉 可是它的表面张力呢 表面张力 就把这个拉下来了 拉下来 一直拉到 最后这个拉不下来了 为止 跟这个一样的平衡 那么我们的Y呢 就是说你一个毛细现象 你能够这个毛细管 能够上升多高呢 那跟这个值 有关 这个地方跟这个 密度有关 跟这个半径有关 这半径越大的话 你看 这个就越小 所以毛细管的这个R 通常都是很小 很小 毛细现象 比如说我们 吸 有种吸墨水的纸 它能够让这个灯芯上升 它就是 让墨水吸上去 或者是灯芯能够把油 吸上去 这都是靠它里头的 一个毛细现象 毛细现象 还有我们身体里头 很多这毛细管 这个血管 也是成为 我们称它叫做 微血管 微血管 也是这种 毛细现象 可以把这个血液 这种毛细现象 能够把它 像刚刚那个毛细管一样 把水吸上去等等 还有一种叫做负压 负压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图好了 比如说这个里头 装满了某一种液体 这有个活塞 假想我们把这个活塞 往上拉的时候 往上拉的时候 这个力量比这个大 那照理说 拉上去 液体跟这个活塞 中间会有一个空气层 对不对 因为它拉上去了 结果发现不是 还是液体 不过这个液体呢 体积变大了 体积变大了 本来这里头装的液体 它的压力是往外的了 但你这么一拉上去以后 这个液体压力 就是外面的压力比它大了 外面的压力比它大了 那你现在再一拉上去 本来它是往外脏的 你现在拉上去 它的压力是往里头 往里头收缩的 如果你这个力量 在实验室里面 你拉的力量太大的话 最后会爆裂 最后会爆裂的 整个爆炸掉 整个这个炸成水株 不过你看它这个硬力 大到这个 曾经大到这个 三百个ATM 这么大 实验室里面说 张力的水不稳定 它像这个张力大的话 它会就把它瓦解了 变成许多的小水滴 一上去 你再继续拉 这个就变成水滴了 可是高大的树木来说 就不是这样子 高大的树木 它负压也是一样 就是负压 在里面它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 当它上面的水 被输送到汁液里面去的时候 它根部的这个水 一部分就是靠这种负压 把它吸上去 从这个根部 吸到这个树的上面去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 刘迪力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